荣耀的早晨 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 荣耀的族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希望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 趁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谢谢你的爱 每个温暖微笑 谢谢你的爱 每个紧紧拥抱 坚定的鼓励 赐我向前的勇气 我相信 生命充满奇迹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希望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 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爱 每个温暖微笑 谢谢你的爱 每个紧紧拥抱 坚定的鼓励 让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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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 趁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用这份爱去挽怀 去踏和去明白 用这份爱去分享 让世界不一样 让这份生生感动 停留我们心中 因为爱 是生命再次灿烂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希望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 趁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哈利利亚 祝我们赞美你 在新的一年 祝我们真是说 我们要让看见你的爱 可以在我们的当中来飞翔 祝我们能够用我们最大的努力 能够将你的爱 广传出去 新的一年有新的恩膏 新鲜的恩膏 要临到你百姓的身上 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年会是充满足你的爱的一年 主啊今年也会是主啊 我们与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有一个和好 满了你的爱的一年 主啊你要在今年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要有奇妙的大事发生的一年 主啊愿你的爱 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中 主因为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 主啊在你的爱里面 主啊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主在你的爱 在你的真理的浇灌下面 主啊即便我们的眼前仍然有困境 主啊但是我们相信有主你的同在 我们就不怕 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谢谢主 是的主赞美你全新的一年 全新的恩典与盼望 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我们里面满了期待 我们知道你是为做新事的神 你是独行喜事的上帝 天使主造成我们的灵向你敞开 恳求你主打开天上的窗户 将你的恩膏 将你的祝福 将你的信实供与慈爱 主浇灌在我这个器皿里面 恳求耶稣基督用宝血捷径我 恳求圣灵感动我 今年每一天都跟随主 主啊于你尽到水深之处 于你尽到主啊那生命丰盛之处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在这新的一天的早晨 说主你是佩德颂赞 佩德赞美的 听我们同心合一 祷告与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新年快乐感谢赞美神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充满的感谢 充满的感恩 当年初一神要给我们的信息 也是非常的美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新的一年 他丰盛奇妙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路德记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波阿斯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 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 波阿斯说某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 拣选了识人 对他们说 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 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尔米 现在要卖我们足兄 以利米嫩的那块地 我想当熟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 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 你若肯熟就熟 若不肯熟就告诉我 那人回答说 我肯熟 波阿斯说 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 摩押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那人说 这样我就不能熟了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你可以熟我所当熟的 我不能熟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 要定夺什么事 或赎回或交易 这人就脱鞋给那人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那人对波阿斯说 你自己买吧 于是将鞋脱下来 波阿斯对长老和重民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 凡属以利米勒和鸡连马伦的 我都从拿尔米手中制买了 又娶了马伦的妻 摩押女子路德为妻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演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 我们做见证 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愿愿你在以法帝他的横通 在伯利横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马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是的新的一年 新的恩典超乎想象 为什么敢对新的一年的恩典有想象呢 因为知道背后 神为了我们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浩大 我在数算去年神给我的恩典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惊讶 他说你去年怎么敢跟神求 这么大 这么难的事呢 你怎么有这个信心相信 神会为你赎回呢 不论是家里的事 个人生命中的事 还是教会的事 还是各样的事情上 去年我经历到了 神在许多又大又难的事情上 甚至是在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上 神恩待了我 以至于很多人问我说 你怎么敢跟神有这样的期待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神 他要赐恩给我们的时候 他是先付上代价 因此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期盼有新的一年 新的恩典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新的一年的恩典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原因是因为新的一年的恩典的背后 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 超出你所能想象的最大的代价 他付上自己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暑假 我总是能够回想到 我第一次到教会所认识的一句话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因此在那个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对主耶稣的印象就是 我人生只要想要从头来过 我就可以回来寻找主耶稣 因为他应许我们 旧的事情要过去 都要变成新的 愿这个成为今天大年初一 给每一位朋友们 每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彼此的勉励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我们看见波阿斯 他原本路德只是一个卑微的恳求 你可不可以遮盖我 你可不可以娶我 但是波阿斯为路德 还有他的婆婆 还有这个拿阿米的两个死去的儿子 为了整个家族所着想的 远远超过路德跟拿阿米的小小的期待 弟兄姐妹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只敢在一些 看起来比较容易达成的事情上 跟神祈求 跟神祷告 但对神而言 他不仅是要把这些我们所祈求的 来恩待我们 更要鼓励我们 向他来仰望我们所不敢祈求的事情 是的 新的一年 你是否愿意把门打得更开 仰望上帝的恩典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 路德所求的不过是一门婚姻 波阿斯所筹划的是一个 为他们整个家族赎回他们的产业 赎回他们的位分 赎回他们的荣耀 这就是代表着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对我们所做的那赎回的计划 复兴的计划是全备的 是让人大有盼望的 因此波阿斯就先找着了 在城门口找到了那一位 他的关系是比波阿斯 还要跟路德他们更亲近的亲戚 他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为这个已经死去的 我们这些至今的亲属 也就是以利明的两个儿子 帮他们把这个失去的卖掉的这个产业赎回来呢 以色列律法里面有规定 在这个如果有以色列人因为生活贫困 所以把自己的土地卖掉了 那他本族里面的至亲就有义务 要帮他把土地赎回来 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吩咐 因此这个亲戚他说我愿意啊 但是呢波阿斯所想的是更全备的 他说如果你要赎回 帮他们买回他们的田地 让这个田地重新归回到 以利米勒他们家族的名下 不是你的哦 是你出钱帮他们赎回来 那你还要做第二件事情才可以 就是你要娶这个路德做你的太太 才可以 对这个亲戚来讲 第二件事情已经超过律法的要求 第一件事情帮我的至亲赎回 他们失去的产业 这是律法的要求 但是要娶路德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律法要求 在律法里面只有规定和要求 亲兄弟 我的哥哥死了或是我弟弟死了 我有义务要娶这个嫂嫂或弟妹 为的是要帮我的哥哥或弟弟留后代 让他们的名没有被消灭 那这是亲兄弟啊 但是这个路德跟他们都 路德的先生跟这个亲戚 跟波阿斯都不是亲兄弟 因此这个人认为这个太多了 我不要太多了 那我不要了就给你吧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原来 原来波阿斯为了要这个 答应这个路德的婚事 为了要争取路德的幸福 他愿意付一个超出律法 所要求的代价 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波阿斯如今他 第一个他要用钱把地买赎回来 然后呢还给这个拿尔米他们家 第二他娶了这个路德 如果生的儿子 这个儿子基本上呢 仍然在名分上 算是拿尔米他儿子的儿子 也就是说 波阿斯他花那么多代价 养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还是人家的儿子 因此呢这个亲戚来说 这样子太不划算了 这个与我的产业有爱 因为我要花那么多的金钱时间 养育他 他也他甚至这个新的儿子 还可以从我这边 再分一块地出去 哇那我亏损大了 现在弟兄姐妹 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他愿意为我们赎回 我们因为过去软弱 我们的过犯里面 因此我们所失去的福分 失去的机会 失去的关心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我们因为自己没有智慧 因为自己的冲动 因为自己的软弱跟愚昧 我们所失去的祝福 所失去的关系 所失去的机会 耶华愿意为我们重新赎回 你说真的吗 是的 因为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超出我们的所求所向 他乃是付上他独生儿子的代价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今天我们 当我们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 你敢为你的家 在新的一年求一个大的恩典吗 神鼓励我们 今年新的一年 跟他求一个大的恩典 你不要只跟神求一个 比较容易的事情 跟神求主啊 赎回我过去所失去的 那个在我自己看来 在对方看来 在别人看来 不可能赎回的 主啊 请你为我赎回 因为你已经为我付上了 天大的代价 是的 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子来仰望主 你看看 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 后来这些长老们 这些路人们 就为这个波阿斯来祝福 祝福他 你真的娶到一个好太太 你所做的这一切 上帝必纪念 上帝必让这个路德少年女子 为你生出美好的后代 他们祝福路德 要像以色列之母 一样蒙祝福 像拉杰 像利亚一样 他们也祝福这位外邦女子路德 要像这个犹大的儿妇 就是也是一个外邦女子 他玛 后来他玛跟犹大 他们就生出了波阿斯的祖先 弟兄姐妹 在这边 众人看见这个波阿斯所行的义行 就称赞她 并且祝福她 必被上帝纪念 因此在这边 也给我们第二个提醒 新的一年 蒙恩的你啊 蒙恩的我啊 我们手中满了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把它留在 自己的手中吗 能够不分出去吗 你不要怕分享出去 因为当你像波阿斯一样 分享出去的时候 会超出你的所求 所想被神纪念 你所撒出去的种子 会像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子力要结出来 因此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恩浩大 新的一年 让我们来期待大的恩典吧 新的一年 这新的恩典 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因为主耶稣为祂所付的代价 更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一起起立 为了新的一年 来献上感谢 感谢上帝的救赎 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新的一年 我们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先确认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 为我们自己的感恩 谢谢耶稣基督付这么大的代价 赎回我的生命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阿里路亚 祂我们感谢赵明 主耶稣基督付 新的一年 和其好一年 和其好一年 祝我们分析 我宣告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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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告你的生命 你的救助超出我们自在 因为你不能代价 超出我们想象的 主啊 赞了你的无限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赞美你 主啊 神恩浩大 无可比你 主啊 主啊 你是那位赏赐厚恩于我们的神 主啊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思维 限制了你无限的作为 主 我们向你祷告 在这新的一年 主啊 主啊 我们完全完全交托给你 主啊 无论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 主啊 求你赐福于我们 主啊 我们真的说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过去被简虫 玛纳 蝗虫 所偷窃杀害的 主啊 如今要加倍的 临到我们的身上 主 我们不要限制你的作为 主啊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 主啊 你自己为我们开阔 主啊 叫我们得以向左向右来开展 恩典的神今年是神迹的一年 你有神迹其实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就是看 看你的作为 叫我们惊叹的作为 主啊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就说 主啊 惊讶我们吧 然后我们在今年 岁末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说 主啊 今年真是 何其恩典充满的一年啊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是蒙了大恩的 主啊 我们是属你的儿女 我们蒙了你的大恩 主啊 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主啊 主啊 愿我们在今年里面 主啊 能够让我们所 所为你摆上的这一点点 主啊 能够荣耀你的名 主啊 愿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工作 主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帮助我们不停止在 我们所享受的这样子的恩典里面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用一个更更宽 更超越的眼光来看待主 你所良给我们的合场 主啊 主啊 让我们大大的 大胆的开口 为着主啊 我们的家庭 主啊 为着我们的职场 为着我们的教会 为着我们的小组 来大大的向你来呼求 主啊 来向你恳求 主啊 我们相信今年会是神迹满满的一年 主啊 主啊 因为这样子我们所遇见的困难 我们所看见的有限 并不能够框架住主你的能力 不能够框架住主你的恩典 圣着彩虑上帝 当我们这样子来开口祷告的时候 主啊 我们也愿意 为着我们所祷告的 我们所向往的 付上更多的代价 主啊 恳求你将那圣心和能力 赐给我们 一张勇气赐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 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你的灵 依靠耶和花你的灵方能成事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的 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牧师也挑战你一件事情 如果今年神要把更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因为祂已经付上极大的救赎代价 如果今年神要把极大的恩典 降临在你我的生命跟家庭 和侍奉职场各方面 你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与神同工 你愿意付什么样的祷告的代价 信心的代价 谦卑的代价 温柔的代价 来领受神极大的恩惠 是的 你预备好了吗 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 恳求主 让我们今年与神同行 付一个信心极大的代价 人非有信 不能讨神的喜悦 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 求主大恩降临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 祝你祷告主 让我们今年新的一年 在祖的面团 守协心轻的事故 主啊 充满感谢 主啊 定性战略保护上 主啊 负责从不及其他的 这些势力 主啊 让孩子每天 定性战略保护上 因为会与你同心同心 我们要来建设 你自己需要的作法 我们来祝福 谢谢主 祝你付极大的代价 为了救赎我们 谢谢耶稣 主啊 十架 不会中过你的恩典 主啊 你让每一个 跟随你的 从来没有简单的说 是不需要背十字架的 乃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你 主 因此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有一个心智 定义在你面前 说耶稣 我愿意背十字架 来跟从你 求你加恩典 让我能够相信你的恩典 绝对够我用的 让我能够跟随着那一位 附上自己生命代价的耶稣基督 继续跟着你来走 我再没你 主 我们宣告新的一年 你的新鲜的恩膏 要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你让我们有新的眼界 新的盼望 新的意向 主啊 在新的一年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倚靠圣灵的能力 主啊 突破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的软弱 主啊 帮我们立定心智 主啊 要做你的门徒 主啊 当我们分别时间 来读你的话语 祷告的时候 就将你新鲜的启示赐给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这当中 领受你的心意 跟随去行 成为你中心的门徒 谢谢主 我们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的 我们蒙大恩的人 绝对不能小鼻子小眼睛 神充满恩典在教会 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我们过完年之后去上班上学 是不是该把这个恩典 带到社会上呢 带到我们的职场 学校各方面去呢 神的儿女啊 起来 蒙大恩的人啊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起来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 宣告自己是为神做光做眼的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让耶稣这样 是的 我与你同行 不只在教会的家庭里面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场面 在这个场面 在社会里面 在这个主啊 角落里面 主 我要把你的恩典材料 愿恩典盘地 流向盘 愿你的救恩流向盘 愿你的拯救神的计划 毕竟的祝福 祝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的味道 全能的神 天天的祝福 敬拜 哈利路 是的 主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需要 我们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取暖就好了 主要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看到教会外的需要 主要以至于我们愿意 踏着福音鞋 我们把爱传出去 是的 就像成熟的蒲公英 主要我们能够让那个爱的种子 主要飞散出去 主要让你的恩典跟爱 遍地开花 主要是的 我们愿意为你在外面做光做盐 主要我们愿意 让人在我们身上 看到你的影子 以至于他们认识你 快把我来跟随你 知道你是恩典的源头 主 实价是我的荣耀 实价是我们的荣耀 主 谢谢你用高高 我们使我们福杯满意 我们要更多更行出神 真理的道 谢谢你 让爱飞翔 让爱传扬出去 我们一起新年一年 与主同行 哈利路亚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希望 让爱飞翔 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 趁着梦想一起去翱翔 温暖每个星将这世界照亮 温暖每个星将这世界照亮